另外再带您看到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新任会长张新慈 在今天是拜会了市长魏家贤 期盼未来在新住民、舞蹈、音乐或是亲子教育等领域呢 都可以能和市工所来相互配合 而市长也期盼未来在疫情过后 也能跟这群朋友呢 年轻朋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空间 市工所都会全力支持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的前身就是花莲市青年会 第13届会长是由黄新慈接任 黄新慈在31号特别前往市工所拜会了市长魏家贤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配合市工所举办各项青年事务活动 我们希望要结合就是地方一些青年 然后在各个领域都有各发挥所长 那因为都是在分散的状态下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会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跟政府有个很好的配合 然后将这个资源 然后跟大家长才有个很好发挥 如果像是一些公益文化 像舞蹈类或者是音乐性的活动 或者在亲子活动方面 我们觉得未来都是很有可行性的合作 市长魏家贤表示 这个社团不论是在新住民舞蹈 音乐或亲子教育领域等 都有相关专长的人才 期盼未来在疫情过后 这群年轻朋友可以在不同的领域空间发挥 市工所会支持他们举办的各项活动 也培养更多年轻人继续来为花莲打拼 先要谢谢我们前会长李政伟前会长 那也还有新任的会长黄星驰会长 那还有一些青年伙伴 不论是在新住民的领域 还是青年舞蹈的领域 音乐的领域 还有亲子的领域 还有一些市集的领域 都能够把这些专长的人才把它找过来 那未来我们期盼在疫情过后 这些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 来给更多的年轻人 有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发挥空间 那花莲市工所会全力来支持 他们办理的各项活动 那我们期盼未来把这些活动规划好以后 也能够带起新一波 年轻人能够有吃喝玩乐的一个新去处 好地方 那我们希望也培养更多年轻人 留在花莲继续为花莲打拼 黄星驰表示 希望未来在推广艺文或亲子活动方面 可以跟施工所有可行性的合作 进而提倡人文素养 及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